接下来要上个东西叫做宇宙的历史 1929年哈伯先生根据哈伯大哥的发现 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叫做宇宙正在统唱之中 哈伯先生发现什么事情 我中不教高中才会教 他是发现的事情叫做所有的星系都互相远离 他如何知道所有星系都互相远离 高中才告诉你 大家都互相远离 不是我跟你远离 我跟他靠近 是大家都远离 上体育课还好对行程 不要对于散开 大家都远离 东西变大 气球上面点一些点点 气球张大之后 点点都会变大 所以根据大家都互相远离 就知道宇宙正在统唱之中 好往明天走是越来越大 那往昨天走呢 就越来越小 所以 就说宇宙从一小点开始的这参知文 大霹雳学桌 大霹雳 大霹雳学桌 宇宙从一小点开始爆炸所形成 那一小点几几几小 温度几高密度几大 这一种 这一种爆炸 不太像爆炸 就把它翻作大爆炸 把它翻作叫做大霹雳 英文讲义有写 BIG BANG BIG BANG BANG BANG就是什么 手枪击发那个 啪啪啪的声音 就是突然几八 啪啪 BANG 就打开了意思 对吧 突然几八 BANG 就打开了意思 所以从宇宙从一小点开始的这一小点 体积极小 温度极高 密度极大 根据大霹雳学说 赖黄川斯考过 根据大霹雳学说 宇宙没有中心点 没有什么 一般的宇宙 大家都是中心 我为中心 大家以我而去 太阳为中心 大家以太阳而去 北极心为中心 大家对于北极心而去 大家都是中心点 所以宇宙没有真爱和川斯考过 宇宙没有真心点 然后我可以根据它膨胀的宽难 我知道它膨胀有多快 我就是它收缩有多快 我就知道它怎么说成一点 我就可以知道宇宙的年龄 所以我可以根据哈勃定律 推算出宇宙的年龄 这也是高中才会提的事情 大霹雳的初期 分开来的时候 形成了最简单的元素 氢跟氦 然后因为大霹雳分开来了 没有机会再去变成更重的元素 所以宇宙中最多元素 氢跟氦 这个叫做元素风吐 元素含量的多管元素风吐 这个是大霹雳的证据之一 国中不提 国中只要记住 宇宙中什么人数正宫 氢跟氦 可以了 好 要氢跟氦 这是大霹雳 元素风吐 是大霹雳的证据之一 这个大霹雳有几个证据 有个症状叫做微波费体辐射 高中就在冲 国中没有 就是这样子 对国中的记住 宇宙中之人就是氢跟氦 然后呢 这些元素它面对有晶圆分配 然后有一样比较多 有一样比较少 然后多一样重量就大 吸 吸 吸 然后就构成了原始的星系 我说原始的星系 然后吸进它 啪啪啪啪啪转过来 好 然后原始的星系也不均 啪啪啪啪啪 然后最后 接近 下一个重点 这些东西 最后就形成和融合 所以就发光发热 老师问你 恒星 或者问你 太阳为什么会发光发热 为什么 和融合 因为和融合反应 和融合反应 恒星会发光发热 和融合 你怕加了吗 两元 加了 就是 新原始盒变成 旧原始盒 那国中 差不多也差不多了 我们只会教 新融合成 汗 也不会教更多的 新融合变成汗 所以 新融合成汗 和融合反应 然后 一分钟告诉你 为什么恒星会发光发热 因为 新融合成汗 进行和融合反应 和融合反应 然后再构成 然后再继续 它会继续融合 然后继续形成 更多更重的元素 好 然后最后 有些恒星在一件 小小的会爆炸 爆炸就会形成所谓的星云 星云中会有比较多的重元素 星云 看一下 那是星云 星云有比较多 那星云有机会会构成第二代 第三代的恒星 那么这个恒星的重元素 重比较多 第一代几乎都清跟汗 熊 然后和融合产生重元素炸掉 所以有比较多的重元素 这时候在构成的恒星 重元素含量多 所以考试问你 家乙比丁四个恒星 请问你谁比较年轻 谁比较老 重元素含量越多就是越年轻的 越后面形成的 越后面形成的 那我们是地球 我们是行星 我们不是恒星 可是我上面也有金银银银 来的 也是人家怎样 和融合之后来的 所以是别人曾经和融合过 产生重元素 突然炸掉 然后再来形成我们地球 我们才有这些金银银银 所以今天才会写说 老星球的死亡 供应了生命起源所需的材料 别人有和融合 死掉炸掉之后 在冻成我们地球 我们才有这些重元素 好 卡这个 卡这个 甲衣银 晕色恒星 谁比较年轻 谁比较年轻 重元素含量越多的 越年轻 越后面形成 好 这是星云的照片 星云有两种 一种看起来亮亮 看起来亮亮 这是一个有名的星云 三叶 三叶星云 那是什么 那种塑浆草一样 加什么亮 三叶星云 一种是看起来暗暗的 背景亮 前景暗 黑黑的暗暗的星云 背景亮 背景亮 哇 狮子王 我们 我们这些死好百姓啊 就只要负责看 哇好漂亮 就没事 当初NASA发布张照片的时候 他说这里面正在诞生新的恒星 因为他根据分散的光谱 他说出来的光谱才发现 然后说里面有一个恒星正在诞生中 这种伟大的学问我们完全看不懂 你也弄管 你只要负责欣赏 哇好漂亮 就可以了 就没有了 就是可以 星云 也是一样高中在教你分类 我就没有 光年 你还交过 光走一年的距离 9.14乘以12 1248公里 大概9.5兆 这个数字不用费 历史上没有人挑过 没有人挑过这个9.16乘以12 1248 但是重点是这个 他是一个常过单位 他是一个距离的单位 我跟你距离 一光年 就是光过来要花一年 所以 织女星离我26光年 就是织女星的光过来要花 26年 表示我看见26年前的织女星 所以 我常说 晚上 还以后来看星星数月亮的时候 一眼看尽 五网金来 这颗星离我五千光年 五千年成 这颗星离我一万光年 一万年成 这颗星离我五万光年 五万年成 这颗星离我十万光年 十万年成 排头一看 看尽了五千年 一万年 十万年 会 通通在你的眼里 一眼看尽 五网金来 新测中心用这一题 证明 台湾学生读史书 史语书 读书史 第一年考这一题 考试的写法 跟当年的参考书的问题 几乎一模一样 织女星离我26光年 下列迅速 何者作物 a 织女星的光过来 要花26点 b 我看到26点年织女星 c 太空船飞过去 要花26点 c 大部分人都写对 这个考码跟 当时参考处前 考过的考码 几乎完全一样 第二年再考一次 一光年9点16 乘以12 123公里 天狼星离我8点7光年 请问你 光从天狼星到地球要挂你 a 8点7年 b 8点7乘以6乘以9 点46乘以12 12是8 c 9点46乘以12 18除以8点7 珠 8点7除以9点16 乘以12 12 没有 有不一样吗 没有 这一题就错语狗票 因为当年 参考书没有这样考 所以 126这一题证明台湾学生 读史书 史读书 读书是史 念了半天也不知道这一念什么 只会 参考书有写过就会 没死过就 不会 那么晚点要搞懂 希望你们不是这样 希望你们不是这样 ok 好 光年 光年 重点就是 光年是 距离的单位 一光年 光年要走一年 光年走一年 请大家看看就好 此今十万光年偶尔会有人问 银河系 其实偶尔会有人问 你最近的世界上 没有人问过 可以了 我们要问 可以吗 可以了 好 我也可以根据 我可以看到最远的恒星是多远 来推测宇宙年龄 宇宙的我看到一个一百三十一光年的星系 光过来要花多久 一百三十一年 所以宇宙最少多了 一百三十一年这么大 听说这个计算要用到广义相对论 那是研究所等级的 完全不会 念宏管 你就只要知道 我可以根据 观测最远的恒星 知道有多气息有多少 所以我有两个方法 知道宇宙有多了 一 哈佛地域 膨胀有多快 收缩 有多快 二 你看到最远的星系 只有多远 所以来生到宇宙有多了 这一生的宇宙年龄 大概多了 一百一级 大部分的书都写一百二一百三 大部分的书都写一百二一百三 我看过最夸张的写到一百五 所以根本就写一百多亿 一百多亿 一百多亿 互动过去就好了 一百多亿 一百一到一百四十一天 ok